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会懂 我愿和你唱着感动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脸书前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在座所有的超买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真的很感恩今天这个美丽的主持人 演文姐给我上台分享的机会 其实真的上台分享的时候 一开始不免都会紧张 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拿着 像营运长讲的这个片镀棒 讲着讲着你都会放不下来 然后你就觉得身体暖呼呼的 然后脸部放光 佩君在此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怎么样进来超买的 在座各位刚刚前面听到 很多很精彩的分享 有非常非常你真的用 就是话语难以言喻说 真的怎么会这样 像我刚刚在后面听 怎么会这样 好险真的是很感恩导师 感恩有抄码这个系统 让大家的生命地图得以重生 那其实佩君本身呢 生平也五大至一千 就没有什么 然后也不会求一百分 只求六十分 那也想说可以过就好 那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生活啊 虽然就是一切都还 还就是照着这样子走 那就没有发现说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其实啊后来我才发现 一切呢都隐藏在自己的心中 因为小孩子怕父母操心 所以就会一切隐藏在自己心里面 那你我后来才发现啊 这久了久了其实自己心就生病了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那也是自从刚刚 我接触这个抄码系统之后啊 你运用苗苗改恩 苗苗GPS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感受之后 才发现哦 原来真的是自己有一点点不OK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其实一开始呢 我接触抄码也不是 一下子就百分之百投入 相信在座的大家呢 或者是其实年轻人呢 你也会觉得说 你要出社会 然后看见父母亲 修行这两个字好像离我们还很远 因为当时很没有智慧 他给我一本抄码 我就放在书桌前面放着 大概放了三个月吧 因为我觉得 我教真的书都读不完的这本 可能要等到大概一百本之后了吧 对不对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哦 你虽然就考试工作念书这样子 但是你还有很多事情是 你生活上 或是你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事情 例如说 我那个时候我阿嬷刚好过世了 但是因为他是年纪比较长了 那也很安详的离去 那那个时候 刚好我的堂弟也因为寒淀疾病也离世 那你就会发现说 到八十几岁 小到五六岁 怎么会人生这么昏畅 那是我其实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那新娘的死亡让我开始有点领悟 那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爱的讲座 那也是音乐会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 因为他的海报 那个时候我妈妈回来 就贴在那个家里面 那我就看着海报 我就开始说 我跟着唱看看 结果我就觉得 那个心就安定下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最开始是我决定打开心门做实验 因为人生遇到困难了 所以其实人真的就像老师讲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遇到了 你才开始想到 但是你如果进超马系统 其实在还没做之前 天地就开始运作了 所以真的很感恩这个系统 我进来之后 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开始可以参悟空我的生活 那我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加的充实 而且不再就是有所压抑 那所以一开始 我就是打开心门之后 我就做实验 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做时间 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 爸爸妈妈怎么都感觉 转变得那么好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哥哥跟我妹妹在看着我 然后我在看着我爸爸妈妈的转变 就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老师他会说 你进超马系统 真的是要把自己发光发热 自成发光体 你才可以更快的去清晨两个月中子 所以我看到父母亲 本来可能会因为工作而比较大小生 但是不是生气 但你可以知道说 他们怎么那么浮躁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是这样 但是你又要去帮他们 那那个时候家里的工作 可能因为有的时候 会场布置是要急速的 可能一个早上也要做完 中午要休完 那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有工作 然后我回家还要做那个工作 所以我学生常常看到 我说 老师你怎么在这里灌气球 你怎么在这里卖花 我说你不知道老师多才多艺 那时候我就会这样跟他们开玩笑 然后我就发现 既有这样的转面营造 我自己的工作跟调试就特别的好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发现 他们的整个态度转变 然后家庭范围改变 那以前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 有点不愉快 虽然不会 我们真的都不太吵架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说 现在更加的和热 而且既有如法实修 就是父母亲他们就会 还有很多故事耶 所以我们就开始也跟着听了 也就像那个时候 余花哥曾经跟他们妈说 这集听过了 我们也会这样说 这集听过了 你是不是要听下一集 那后来我就发现 因为我的逻辑观 跟一些思维逻辑就打通了 就会知道一些做人主事的道理 进而我还可以带到学校给小朋友这样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 我打开新门 我也开始做实验 那觉得说很棒耶 因为我原本要去检定考试 之前我也分享过了 因为如法实修 然后还有超级生命密码的里面 有一个感恩式聚记 他的能量无穷 让我的时间可以错开 那我的证兆都圆满的拿到 还有很多的考试 我都可以贵人显现难题邮件 所以呢 就是造就了今天呢 对于这超码 这么这一份的热爱 那后来我哥哥跟妹妹 看到我这么热爱之后 他就说 哇塞你是不是 你为什么好事都在你身上 我说那你就要进来系统自己做实验 你就会发现好事也会在你身上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 也跟着哥哥或妹妹 也去做一个分享 那他们静静的啊 我们原本其实 都是出于一片孝心 想说陪爸爸妈妈去经营会 爱陪伴嘛 结果后来相信自己很喜欢 因为你自己每一周去啊 你会听到别人的分享 那也知道说 他那个分享 其实他的故事 未来你也可能遇得到 那你就会自己在 刚刚主持人讲的 power跟data 我们的记忆体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收入 原来未来我可能40次遇到这件事情 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觉得 哇这个好好玩喔 人生的解答在超码里面都有耶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在里面好好的石秀 所以进而开启了当时 我也想要去美国传的一个心 那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进进班呢 我的父母亲是因为很姐姐 然后都很顾我们 那由于家庭的一些状况 还有过去的不圆满 所以我们其实父母亲 是没有在我们的面前 两个人一起出过国的 但是我们后来小朋友都长大了 就想说应该要让他们出去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鼓励他们来说 花店给我们布啦 不用担心什么啦 其实那时候我们三个也很闯 就想说这手机一直来 要插什么花我们怎么会啊 都很想要丢到医院去 但是我们想说一定要帮他们 所以我们就三个 就开了三个兄妹的小组会议 说我们就是要可以让父母去 所以当时他们就很开心的去了 当时我们其实很感动的是 感恩导师让我的父母 整个在心上面的重生 尤其是父母他们之前 有压了几十年的一个可能愿啊 或者是不理解啊 我就会发现在枪码里面 有所节奏 眉头都打开了 然后脸都亮了 所以真的就是只有在这系统 你去参悟空 或者是你去了解 你才会知道说 这是其中的奥妙 所以后来呢 我就想说我既然也在云林工作 那也住家里 其实自己也存了一笔钱 那当时大家都会想说 欸小朋友 你是不是就是父母亲 就给你费用自己 就是去了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也没有办法负担那样子的费用 那我就自己 自己用自己的薪水去 那时候说我去了 我一定就是自己要成长 知道想说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当时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欸我的心上面重生了 因为其实你在二十几岁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会遇到可能是同侪 或者是友情 爱情等等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爱情方面 我原本也有一个小小的状况 但是我就发现 藉由这个超码系统里面 我可以打通就是一切的逻辑观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人跟人相聚 是有一定的因缘 那导师也要我们要相信因果 那我在里面啊 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 真的可以很尽心的去做个心法 然后你都不想出来 因为太阳飞非常非常的大 就会一直很殊胜的在那其中 那我就发现很多事情我想通了欸 那那次回来的时候 真的跟那位先生 也就是有一个很圆满的和解 然后健康上面 也是在我星空夜雨的时候呢 去跟导师做一个询问说 欸我可能因为那个时候 刚出社会工作压力也是一定有 那你就会发现身体的病痛都出现了 怎么这里怪怪的这里怪怪的 然后导师就很可爱的说 啊生病就要看医生啊 我想说 喔好啦那我就看医生 后面呢就是乳法实修 然后就发现 藉由这样一整年的乳法实修下来 等到我再次又要去 因为当时我回来之后真的马上去看医生 他就马上说欸这个安排更深入的就是检查 可能会会用到你的身体里面 可能要去抽样做什么的 其实当时我蛮害怕的 妈妈就说不然你做实验 你就说医生我们缓缓 然后你让我一段时间做实验 那我就真的做实验 然后身体有没有异状之下呢 乳法实修下说 在我再来一心想要去进阶班 真的又可以去之后 然后我就之前又去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医生就说欸没有啊 你之前所有阴影还是有 有那个硬块异样都不见了欸 我没有啊 你明明就说有欸 就在那里就在那里 他就说啊就没有就没有 你为什么一直想要 我说对对对没有就没有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 因为那天我请假 然后我就骑着摩托车 从乡间小屋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看着大太阳 我真的很感恩 就是感动到要落泪了 就是说真的很感恩 有这个导师跟太阳的祝福 让我的身体健康上面 也不至于让父母亲担心 或者是让自己烦恼 而且还可以做更多好的事情 所以当时心跟健康上 就是在我的进阶班里面得到重申 再来我进进阶班最后呢 也是因为我可能在工作上面的 烦忙而且我未来也想要去进修研究所 那我就跟导师说 导师阿那边啊 我那个就是我精进的话 我可能有什么基因会啊 或是一些活动 可能没办法去参与到或怎么样 但导师就告诉我一句说 红尘纷扰多 那个大漩涡会一直帮你往下拉 所以你一定要抓紧抄码不放 所以我听到抓紧抄码不放 我就知道说 这个就像刚刚前面主持人讲 要会跟就是要抓紧 那我就抓着说不要被甩开 我就是也是一定一周一个基因会 然后可以的话就是要参加共修 如果不能参加 我就听网路的共修课程 那后来呢 导师的讲座课程呢 虽然如果有冲到我的教真考试 我可能就是早上考完下午去 或者是下午考完早上去 类似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去参加到位 那我就发现这样参加的参加的 真的你自身的能量场提升 你遇到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就是因为参加所有的这些东西 让我自己觉得 能量上的提升累积很多 尤其是最近 因为导师没办法过来嘛 那我们 我跟龙珠姐也一起参加了演员班 那演员班 我就发现 你可以随时的入红尘 然后雾红尘 你又可以随时的跳脱 像我最近学生 刚刚姐姐也有讲的 我可能是特殊教育 但是我不是教导智能障 我可能是有情绪方面的小朋友 他原本回去 原班可能会情绪暴躁等等的 那天他来的时候 他整个就大发狂 然后就整个很生气 当时呢 我就觉得 怎么办完蛋了 前面那个老师已经把他地雷踩爆了 那来到我的国工课 肯定一进来就把席座摔 然后踢同学 说到怎么样 那好险一切都在我长头之中的时候 就是他 就是回到位置上 那我也跟他讲 但是他其实不会听我讲话 那其实进敲马之后 我也很想大发脾气 那我就觉得说 但是这个时候能量产要提升 要有一点威吓的作用 我就比较严厉 阻定大声一点点的告诉他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伤害到别人的 影响到别人的伤害等等的 后续呢 我有藉由这个感恩视剧记啊 还就是播放很小声的感恩视剧记 以前我先让他忏悔 那忏悔发愿完之后 我发现呢 他渐渐的缓和下来了 而且我当时就是也藉由 我演员班的一个课程 我先入戏 入那场戏 我就先威吓他完之后 然后就抽里抽出来 又要跟这群小孩说 来我们来写席作 然后就很开心的开始写席作 也不至于 其他人就告诉我说 你怎么不像其他老师会牵挪啊 我觉得我们那堂课应该很难过耶 结果小孩就说 不会耶 你老师你很特别 你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马上做转换 其实这些就要感恩导师 原来在演员班当中 我们可以随时的去入戏这样 那后来呢 那个小孩很特别喔 就在一个下课 然后他联听了感恩视剧记 这样过后啊 他第二节课又是国文课 他就要回到我的班校 他就说 老师我要上课了 然后又开始露出笑容 他都说笑容当下我真的是 感到都快要流泪了 真的很感恩导师天地 就是说 让他们的情绪得以缓解 最后呢 得以再圆满他们的整个课业 或者是生活上面 那所以其实 进超马呢 真的只要你如法持修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进转 然后刚刚犹如主持人讲的 我们的家里 因为也有了新的家 就是整个更加的圆满 那因为以前就是 大家都挤在一个小空间 现在有一个大空间 让我们甚至一楼还可以当精英会 大家在那边共振真的很感动 那所以其实呢 我就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太阳心语 其实正能量呢 得要自己去印证 那而得到他的 而得知他的可贵 那才有热情跟天地间的正能量去打交道 进而感受到其重要性 这个是太阳神的老师在我们太阳心语所说的 所以真的就是佩俊了解到这个正能量的可贵 所以进而呢 真的是充满了热情的想要去每天参与 尤其每天早上你给我做心法 你抽牌卡 像我那天本来录文快写不出来 我就抽到笔器部的念头 我就知道好不能放弃要继续写 所以呢 那天真的就很圆满的跟教授 做一个沟通 然后也完成了自己缴交作业的动作 所以真的很感恩有这个系统 让我每天可以做实验 每天的很开心的与人分享 那像昨天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跟计程车大哥观想 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去接受我们的超码系统 所以就在此简单的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